你是不是疯了 婚房男友女生出大头的 没关系呢 如果你在男朋友身上 发现了别的女人的痕迹 那可能是来自她的挑衅 你穿上身上去哪儿了 哦 我去健个身 你不是最不喜欢运动了吗 我这不是体检结果不太好吗 该断领断领啊 如鸣 我今晚直播可能也通宵 婚不了家了 你喝口水 主播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二鸣双 你这大直男怎么突然开始 用这么可爱的表情包了 之前你不是嫌幼稚的吗 不会是哪个小姑娘发给你的吧 公司巡礼偷的 觉得挺好玩的 小乔 小乔 你准备好了吗 啊 来了 这种情况下的质问 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换来的 只会是她的一句无理取闹 想要得到真相 靠的绝不是男人的鬼话 而是女人的智慧 是吧 老公这是谁啊 不知道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瞧 你怎么在这儿 呃 我看外面发传单 我就行私进来看看 半张健身卡 你身材这么好 用不着非要来健身房 我可以回家教你啊 行吧 那我先回家了 好 我再练活啊 这个女人的包 竟然跟我和她 刚买的情侣款一样 啊 您好 我男朋友这周来买包 好像把墨镜拉在这儿了 能麻烦您 帮忙查一下监控吗 请问您男朋友 具体什么时间来的呢 哎呀 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男朋友是会员 您看一下消费记录 应该就知道了 他叫朱荣彬 嗯 朱先生近期 一共有两次消费记录 一次是15号 一次是昨晚 请问是哪一次 应该是昨天 没有显示墨镜 有丢在这儿呢 不好意思啊 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整整 车钥匙 帮销单需要您审批一下 财务那边挤着钥 哦 还有商务老师 也叫您去见客户 好 我知道了 别的事情先帮我处理一下 难道是我想多了 你好 我想办一下续住 不过我昨晚喝多了 房间号我记不太清了 名字留的是我男朋友的 叫朱荣彬 身份证号是350223 好的 那明天还是需要两份早餐吗 麻烦出示一下房卡 果然 女人的第六感 是世界上最准的玄学 我先去洗澡啊 没想到山的倒是挺干净 但人做坏事 怎么可能不留痕迹呢 感情里从来没有先来后到 只有被不被爱 但感情分离一连尺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 真没见过这么迷路张大的第三场 明天上午十点 桑茶咖啡厅见 没想到 你比我想象的好看那么一笔了 你叫我来不只是为了说这个吧 看着你应该岁数比我大不少 道理应该不用我多说吧 感情里 从来不分先来后到 只有被不被爱 但感情 分离一连尺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 你还挺明白自己身份的吗 作为荣炳的前女友 我希望你摆正自己的位置 前女友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不然呢 我警告你 荣炳的现女友是我 请你不要再纠缠她了 她是真能编啊 不当编制真是可惜 你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刚买的婚房 怪不得她一直这么奇怪 荣炳 中午一块去楼下吃饭吧 还是算了 咱们在一个公司还是要避险 晚上下班我陪你去吃好吃的 滚 荣炳电话 喂 荣炳 我最近用的欧莱雅波斯音水乳还挺不错的 特别适合喜欢熬夜的女生 我就给你妹妹寄了一份 我这还有事 等会儿我给你回过去 她是谁啊 她 就是我一个老同学 什么老同学啊 怎么还给你妹妹送礼物 我妹 马上要过生日了 我不知道送什么 正好她是做主播的 我就让她棒棒挑了 真的假的 我怎么会骗你呢 好了 乖 别乱想 朱荣炳 你跟其他女生聊得那么欢 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没有 她其实是我前女友 之前没跟你说 是怕你不高兴 你为什么还跟你前女友联系啊 她老缠着我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跟你保证 我都是赌着她的 我爱的人是你 好 渣男 我现在就找到算账 你现在去找她摊牌 除了骂她一顿 你得不到任何好处 不行 我忍不了 这口恶气 我必须出 当然不能便宜她 不过要做 就要做得彻底一点 看样子 你谁有备而来 我们 你怎么这么憔悴啊 都是家宝熬夜搞的呗 你不愧是咱们公司 第一美妆主播啊 听说 成功 哎呀 市场可能装给了 瓜家人50多页的PDF 真没想到她信息这么深 就是呢 哎 你们说这真的假的 你就等个赔钱吧 拉开这东西 给我滚蛋 我觉得也是 乔七远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在给我设局是吧 我千房万房却没防住你 真没想到你心情这么重 乔 你终于回来了 我失业了 怎么回事啊 都是他们嫉妒我陷害我 瞧 我现在只有你了 我真的不甘心这么被他们搞了 哎 你别太难过 这样 我先找人问一下吧 幸好有你 走 试着 容炳 我突然跟你问了一下 嗯 有一个项目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真的吗 不过 像竞标这种事情 多少还是要打点一下 你懂的 行 都是为了以后吧 应该的 介绍一下 这个是项目的负责人陈总 你好 你好 请坐 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吧 容炳你的工作能力 我们还是比较满意 但也听说了你在前公司的一些传闻 所以我们还是有点担心 之前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是有人故意搞我 我可以相信你 但是项目团队不一定相信 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们这个项目还是很有前景的 只是之前的合作伙伴突然撤资了 所以想要得到团队信任 可能得需要你们拿出点诚意 不好意思啊 我去商个洗手间 容炳 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是我手里真的没那么多钱 要不 我们把婚房卖了吧 那可不行 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牺牲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考虑那么多干嘛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呀 走住水分 明白了 谢谢小小姐姐 陈总 请问项目怎么样啊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 您拨打的用户通往 如需留言 我先讨论一下 有一个项目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我可以相信 可能得需要你们拿出点诚 您才考虑那么多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 看来 你也没有你自以为的那么聪明 竟然现在才发现 有些事情我不输 不代表就是我是傻 要我说啊 婚姻的本质就是利益交换 我跟小乔结婚啊 不光是土耳省事 最重要的 是他有这个 这不 随便装装可怜一套房就到手 哎呀 哥你太牛了 这只是你哥的第一步 以后他的所有 都会输 我以前只是觉得 他条件赔不上你 现在才发现 他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这次 我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需要我帮你吗 是这样的 没想到我们这么多年感情 蔡允星这么不值得 你少在这儿给我打感情 我也只是拿回 原本就属于我的一切 而且像你这种垃圾 落得现在这种下沉 都是便宜你 抬拳道终于派上用场了 滚 我沾蓝撕破脸之后 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新来的商务总监 朱镕炳 大家欢迎 但没想到 他竟然空降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大家好 我是朱镕炳 希望以后能和大家精诚合作 后续具体的工作安排 我会找我们对接的 行了 大家先去忙吧 你不会真的小到以为 我只有你这一张地牌吧 我要外派到上海分公司几个月 后面的业务 你直接跟商务老师对接 外派 诶 陈总 上次我跟您谈的事情 您考虑怎么样 一个总监职位 换对家公司机密 再怎么想也不会亏吧 你下周来公司报到吧 我这个人的原则呢 就是敌损我一百 我就还他一千 你啊 就等着看接下来的好戏吧 那你可要小心点了 别把好戏眼砸了 还有那个板 给他带走吧 这是干什么 你这个车货间 以后就给小玉用了 你东西都放那边了 你可得好好干啊小玉 你以后就用这个最好的直播线 公司也会给你最好的资源 谢谢朱总监 行了 闲杂人等都出去吧 不要影响主播工作 我带你逛一下 欧莱雅这款波斯音随时 摸起来咚咚的 好 倒计时三秒钟 三 二 一 商量街 宝门们抓紧去抢吧 诶 小乔现在主播间背景怎么变了 小乔是我最喜欢的主播 带的欧莱雅家的产品都特别好用 谢谢宝门的鼓励 小乔都收到了 爱你们 好了 我要下播了 明天见哦 听会有人举报我们公司的人 向最佳公司传坏话 妈呀 谁这么缺德呀 怎么样 这个地方你还满意吗 我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带货 我能做到公司第一主播 靠的是真诚 不像你是靠无耻 你呀 就是喜欢嘴硬 不过我也懒得跟你计较才多 你要是跪下来求我 我可以对你网开一命 你休想 那我要是跟大家说传坏话的人是你 你说 接下来剧情会不会更精彩 你还是一样的卑鄙 不过我身正不怕影子鞋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别幼稚了 唾沫心子淹死人 你不会不懂吧 最后一次机会咯 三 二 一 那个人就是他吗 陈总好 您怎么来了 是市场工作 对 就是他 陈总 我已经带他清楚了 恶意挑拨公司之间关系的人 就是猪中 你胡说八道 这不可能 这上去肯定是鬼造 那你刚才说的话 总不能也是假的 陈总 你别相信他们 他们都是骗你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表哥 别跟他废话了 哥 我妹和小乔的证据确凿 你还想抵赖吗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的嘴里 你不过只是我用来铲除公司一几的一枚棋子 现在 你被开除了 小乔 搭回你的直播间吧 升职的事情 人是会专门找你聊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